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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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啦 你怎么不吃啊 胃不大舒服 你跟我撒谎 我怎么撒谎了 你信不信心灵感应 两个人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有感觉你在撒谎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块儿都干吗了 你别这么疑神疑鬼的行不行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跟朋友谈点生意上的事 没什么别 没什么 没什么你昨晚上怎么会失眠呢 我是医生又是你媳妇 我很清楚你的胃比牛都好 你是心里不舒服 你要是想让我胡思乱想 你就接着跟我撒谎 说话 我承认 我确实是心里有事 我啊 我确实是心里有事 我去告诉她 我天哪儿 我去告诉她 我只需要帮她 王律师 和郭小样的合同 我已经拟好了 我个人的钱 加上公司部分的资金 具体细节 你再帮我推敲一下 最重要的是利益最大化 好的 我等会儿就发过去 辛苦你了 说吧 说累了 要喝口粥 弄得跟沈贼似的 不过还挺人道 还有粥喝 别那么多铺垫 值班主题吧 我先跟你道个歉 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事 至少我应该跟你好好商量 哪怕是打个招呼 可我怕你不干 所以就自己做了主 你干吗了 我辞职了 我辞职了 辞职了 我辞职了 最近我骗你每天去上班 实际上是做 新公司的筹备工作 我就感觉你这段时间 神神秘秘 我就觉着不对劲了嘛 对不起 是上次说要跟小鹏一块 开房间公司吗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准备就绪 你不是要跟人合股吗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跟朋友借的 以前我玩股皮疏的合作伙伴 也不算是借吧 到时候我会分一部分股份给他 行 看来我劝你半天 算是白劝了 你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事到如今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我要是不支持呢 我要是因此跟你离婚呢 我要是不打算 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来呢 没那么严重 我知道我们在生活方式上面 确实有些分歧 但你说咱俩一路走过来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咱俩的感情基础 很稳定 没问题 老三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从我跟你好的那天起到现在 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 你知道一个女人 多么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 多么希望她的男人 能给她一点安全感吗 而你从来没给我 从来没 我不这么认为 我做股票的时候 离成功就差一步 或者说离幸福就差一步 如果说当时我成功了 现在的生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有房 可以有车 可以有孩子 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 这就是你对幸福的理解吗 这就是你对幸福的理解吗 我第一次觉得你好庸俗 我都不敢相信你 你曾经是一个那么有理想的人 我不用说 我也一直在坚持我的理想 而且我认为我的理想和你的理想 并不矛盾 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成功的人 就这么简单 但我明白了 没有人看中你艰辛的过程 所有人看中的只是结果 你成功了OK 那你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你创造的价值越大 就意味着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 反过来呢 你靠着国家 靠着单位 给你分房子 发工资 你甘心做这样的人吗 我靠我的本事吃饭 我创造的和我得到的成正比就OK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 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成为父母和老公的累赘 而你呢 说句不好听的 你奋斗了这么多年 可结果呢 正是工作丢了 股票做到倾家荡产 欠朋友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完呢 现在更好 工作辞了 没有收入 还跟别人借了一大笔钱 你以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在哪儿呢 现在谁是社会的累赘啊 我是累赘 我是你们的累赘 那怎么突然间感觉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开辩论会呢 我想跟你辩论 累得好 但有一点我坚持 就是 所有人看中的 不是过程 只是结果 你不也一样吗 你看看 这是八景的这种羊肉 我告诉你吧 你说你这大老远的 还惦记着给我带羊肉 那是 我跟你说人家这羊肉跟咱们这不一样 割水里煮 葱 姜 盐 其活 你看看 大老远的给我带回来了 还得教给我怎么做 那是 干吗老大回来了 非得请他吃一顿不可 一时半会儿还真回不来 那生意好着呢 人可多 咱坐会儿啊 这孩子们有事干哪 可多好啊 那这人哪 就怕没事干 我呀 还给你老郭留着上等的猪叶清茶呢 是吗 我瞅你老郭这次回来呀 这精神头儿真好 真的 真是的 没见过这么高兴过呀 那在西林郭勒草原上 那小孙子 爷爷爷爷叫着 把他美死了 就知道乐 我跟你说吧 你们老郭呀 跟儿子们呢 这老板这个脸 像我们样就少 这回呀 不一样了吧 那是 体感高升 当爷爷了 那胳膊儿亲 是 我跟你说吧 你家四张儿子的脸呢 都顶不上你那大孙子的一张小脸 那是小脸值钱 真的 妈 二人 老二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特别 你们坐 我 我走了 您给我坐 我不坐 走了走了 回头我把茶叶给老郭拿来 茶 我不客气了 老二爷 走了 也不打一招呼 你们俩就回来了 我们仨回来了 仨呀 还有谁呀 这儿 这儿 这儿呢 这儿 小薇啊 老郭 老郭 喂 老郭 老郭 这里边是小郭 老郭 这里边是小郭 他爸 看谁了 你看 快点 我看看这电影去啊 带你看上电影溜达溜达 行啊 葵仔 妈 来 这个呢 是我和你爸给你的红包 赶紧着 再给我们生一孙子 妈 我不要 那不成 这老家传下来的老理不能断了 听话 收着 老爷子那么抠好容易给红包 还不赶紧拿着呢 我这招你惹你了 那是给我孙子的 留着上学用 叫你们新话叫什么 教育经费 这么着这钱还真用不着了 怎么用不着啊 回头我跟家里翻子完子 把我爸以前那些家伙事 皮带啊 擀面杖啊 木板子 还你那搓衣板都给拿出来 照原样 我给您孙子完完整整地来一套 哪一准培养出一个像我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来 我告诉你 你敢 你敢动她一下 你看 我不把你腿打折了 你看 瞅瞅 你妈急得都要用家暴了 那是 我奶奶那会儿怎么也不管管我爸 淘汰很着呢 我爸那皮带啊都是拿线缝起来的 是不是 大老晚上怎么还不睡呀 这几点了都 干嘛呢你 你可真搅和 还得重数 你大半夜数钱干嘛呀 明天去假校报名 我要学车 多大岁数了还学假校 你赶紧睡吧啊 离国家规定 还差几个月呢 我把车学会了 你说咱大孙子 上幼儿园上学 不得接送了 这多好的爷爷 赶紧睡了啊 别着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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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干嘛呢 手机招你惹你了 你把手机摔坏了还得再买 你这么着急有用吗 甭不急嘛 我说仨月货就到 这都过了多久了 一打电话问就说货在海上了 那台湾离咱哪儿多远 我一猛扎起五分钟就游到 急也没用啊 咱们再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啊 天天打电话催着咱要货 都把咱当骗子了 这事好办 客户要再跟你急 你就把钱退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跟他们说 咱们是实心实意做生意 货现在确实是没到 您要是不放心就把钱先拿走 等货到了 我们再通知您 行啊 这也是个招 行 媳妇儿 关键时候管点用啊 你呀 遇到点事你就着急 你不想办法 不急不急 不能吓着你跟我儿子 行 我媳妇儿有点滞胜 这下我就放心了 儿子杀不了我 你放心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今天是我们纳布勒斯小镇 正式动工的日子 来 我们的七房销售呢 今天也正式的启动了 郭总 这么大场面 你不上去讲两天 人多 海星 我看你平时挺爱出风的 表达我们最诚挚的 心里打着鼓呢 感谢你们的帮助 五女托兵呢 相信我们两年之后 一定会为未来的 纳布勒斯小镇的业主 提供最一流的住宅 一流的配套设施 一流的小区和服务品质 好 好 好 下面 我宣布 众市开工 宣布 怎么来了 怎么来了 估计是小龙请的吧 真没想到 您回来了 这么大的喜事 我当然要来祝货一下 是啊 郭总这么大手笔 我们来学习学习 对了 这么大的盘子 资金方面怎么样 好 也是全靠朋友们帮忙 来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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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为您服务 刺激 我喜欢为您服务 刺激 我喜欢为您服务 刺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见过一个大熊猫 你见过一个让大熊猫一人扑门的吗 行 喂 谁堵我店门的 你们 你们想干嘛呀 放心 在呢 行 等着 我马上过来 马上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俩人着急店里拿货 要不我先过去呢 行 你忙你的 我打车去就行了 注意安全 知道了 你也小心点开车啊 算得 您好 取一下运检报告 人小飞 好的 给 谢谢啊 帮他去 不是 他来不来呀 几点了这都 欠多少钱啊 八万三还没还 哥几个 都听着啊 今儿他又不给咱个说法 咱跟他没完 对对对 什么呀这是 弄死了 我 我不管这么多啊 没什么好讲的 要么还钱 要么今儿给他垫砸了 就是他 这太 你怎么办啊 客气可是来了 够全的了 老二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货呢 还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得得得得 这货呀 我们不要了 也等不了 今天 你必须把货款推我 成 没问题 可我这儿也没带那么多钱啊 这么着急 明儿到八点 在这儿我带着钱 给大伙推 等货到了以后 谁还想要呢 我还按原件给谁 怎么样 够意思吧 不够意思 今儿你要卷钱跑了 我没人找谁要钱去啊 是不是啊 就是啊 那怎么办啊 要不一会儿你们跟我回家 回家我给你们拿钱去 我不敢去 你要给我下个套呢 哥们钱没要着 命答应了 怎么是 这么聊天就没劲了 横竖都不是 那你们说个办法我听听 把店门打开 省得我砸啊 省得我砸 对 想干什么呀 替你保存货呀 什么时候你有钱了 我再还给你了 看见没有 货车都到了 说为这么点事撕破脸至于 至于啊 是你先不要脸啊 好好聊天别骂人啊 赶紧把店打开 费得搬是吧 费得搬是吧 成 门我给你们打开 心血管没问题 血向也没问题 怎么了大夫 怎么会这样呢 不会吧 你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吗 没有 我妈 我妈心脏不太好 不对 这跟心脏没有关系 这样 我再给你开个单子 你去造个CT 加急的 然后把片子拿到这儿来 我在这儿等你 大夫是有什么问题吗 看了片再说吧 你赶紧去 好嘞 行了 搬东西都轻点啊 搬日搬 咱别毁东西 行吧 行了 搬吧 搬 搬 哎 先等等啊 找什么急啊 别着急搬 想搬 先从我这儿过去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啥去了 这事跟我还真有关系 这店是我大哥开的 搬家 我叫你搬家来了 干什么呀你 今儿这东西还真搬不了了 搬这个要没事啊 赶紧撤 我今儿非搬呢 你可以试试 搬 搬 搬 打 好 医生 是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孩子很健康 可是 你可能出了点问题 我 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 在你的右胸下方 有一片明显的阴影 这一定是肿瘤 至于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现在还不好说 需要切片检查 肿瘤啊 不会是乳腺增生吧 我以前得过那个 我也希望是 不过 根据我的经验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恶性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得了乳腺癌 不过 你不用太紧张 乳腺癌在癌症里面 是最好治愈的一种 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技术 通过手术切除 那治愈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患者四年内只要不复发 那健康状况 那跟正常人一样 那 那我能不能说 先把孩子生了 然后 我再说 不可能 因为肿瘤的生长速度 是不可估量的 就算你把孩子给生下来 可到那个时候 你的病情控制不了了 那甚至会要你的命 那我孩子怎么办呀 孩子肯定是不能再要了 一个孕妇 如果得了乳腺癌 那肿瘤的成长 那是会成爆发性的 那是为了 吴老板 你们家店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在这儿 你们家老二和他哥们 跟客户搭起来了 后来警察来了 把人全带走了 还说你们家 今天那批货是走私的 把货也扣押了 店也查抄了 要我说呀 你赶紧找人想想办法吧 怎么会这样啊 这大哥瞅着眼熟啊 是吗 不认识你 我你都不认识 全城有名的助人为乐模范啊 什么年约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什么什么办 没办法 我就讨厌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呦 软发哥啊 狄龙大哥 咱们又见面了 小声点找事 怎么着 和了吧 跟你不熟 要不 要不我给你跪下 咱给你磕一个 不是 你怎么还这么不要脸呢 没办了 身上哥们都错了 晚了 当初谁说的不再相信你了 朱伯介也说的 没错 朱伯介还说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不过头点地 二十七年 你就给兄弟这面子吧 看那德行 德行不好 小名叫美丽 和了吧 二爷 想想 我是真猪八截 没想到今儿还碰上一桩猪八截 没完啦 没完啦 没事 瞧你多露个脸子 多大点事 小辈子很快就能出去 人家有点罚款 还点医药费 没事 往这儿稍微麻烦点 得等人把情况弄清楚 外交回去了 那警察还不能平白无辜 就说你走私啊 这没定性啊 就是怀疑 不过 可能一时半会儿 还得待着 陪个人调查 弄明白我就回去了 那是不是我 抓着那个广东老板就行了 对 行了 咱得相信警察叔叔 发老板 Sandy 发老板会儿 发老板会儿 说着你嘛 你检查身体怎么样了 我挺好的 你别操心我了 照顾好你自己 行呐 你跟我儿子好 我这儿就好着呢 好 来 给大爷不乐意啊 不乐意啊 打婶啊 疼了 跟班班说了没有 没说 怕他们跟你着急 没说就对了 反正跟他们说也帮不上他们了 这老二 你把事弄成这样了 我们以前也是在那家上货的 老板是个广东人看起来挺老实的 都合作好几年了 其实这次上货 我跟老二也怀疑过 因为货确实太便宜了 怕是水货 但是老板特别认真的跟我们说 绝对是正经八百的行货 还给我们看了正规的手续 这样我们才敢订的货 现在看来 这手续应该也是假的 那广东老板呢 跑了 警察也抓着呢 其实我早就想劝你们 别干这个了 第一 这电脑行业 需要极其丰富的IT知识 就老二 学都没念过几天 第二个 老二还靠以前那样 跑江湖式的经营模式 这肯定不行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对不对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我该怎么办呀 喝水 您别着急 这个彭总他妈妈呀 社会关系比较广 我让他帮着打听一下 现在正打电话呢 等会儿 阿基 郭总 来了 小薇 怎么回事啊 我一接着老三天好 我就赶紧过来了 先坐下 坐下 大大实说 老二现在在哪呢 在分局呢 你看你脸色难看的 别紧张 有什么事咱大伙一块想办法 我没事 嫂子 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 我们这儿到现在你还没来过 我是不是不出这么大事你还不来啊 行了 先不用废话了 你赶紧的 说正经的 好 这样啊 我妈打听过了 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 你们先听哪个 你先随便说吧 坏消息是这样的 因为涉及到呢 可能是走私 所以要判刑 还要判刑 你听我说完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二哥呢 可能属于这个也是受害者 所以只要找到那个骗子 二哥可能就没事了 但是那批货 得退出来 要没收 而且还有一些罚款什么的 那就好 只要人没事就得 那货也没收就没收了 钱咱以后慢慢再挣 是 小鹏 拜托你跟你母亲好好说一下 我们确实是被骗了 放心 别人调查得比我们清楚 那行 那我先走了 我回去呢 把钱数一数 把那个订货的钱给人家还回去 咱们争取是个好态度呗 行 那我配一块去 不用了 我得先回家理账 然后才能给人退款呢 那你路上慢点 你这还怀着运呢 有什么事你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吧 放心吧 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没事 走了 行 嫂子 你陪陪那 不 你参观一下啊 那个我送 我送送 行 行 参观一下 我的办公室 是 没兴趣 我回家了 你晚上回家吃饭吗 你看我堆里多了东西 我真没工 嗯 好好折腾折腾的 最好跟老二一个下场啊 行吗 你小屁孩儿抬脸看着你管你叫爸爸天丑 我爸爸 多牛啊 这儿还叫狂啊 其他都扯淡 对于得了乳腺癌的父女 作为医生我的建议是 以后不能要孩子了 做了什么 好 乱云 您好 哪位 知道了 订货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 放心 老板是进去了 可老板娘还在呢 您好 闭起来 我 leur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生意吗 谁没个闪失 可是我真没想到 自在我们家老二被带走之后 我前后接了不下一百多个电话 最多的一个人一天 给我打十几个都是要钱 还得马上还 我可是吓坏了 心想着 得亏你们订货的钱 我一分都没动 能还给你们 我这要是没钱 哥几个不得把我给吃了 小魏 你别这么说 咱们平时关系不错 可这关系是关系 这买卖还得是买卖啊 这欠债还钱 不天经地义吗 对 对 可你们欠我钱的时候 我怎么没把你们 往死里逼呢 那是你乐意啊 我该跟我们哥 这个什么关系是吧 我老公前两天打你 没给你打叔叔是吧 我惹不起他 我还惹不起你啊 你骂谁呢 骂你呢 小娘们 我看你这线呀 还得过两天再拆 我去你的 我 来啊 小东西我竟然纳死你 你纳死人啊 你又来了 不是怎么到哪儿 都有你的事啊 我上次的 是一个幸福的人 为了提债终于使劫 从明天起 关心两种蔬菜 为你所仿佛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情人同心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你 我将告诉你 愿意过来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顶 取一个温暖的温暖 我希望 唯唯无诛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大海 大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